大家看到桃園發生了行車事故 有男子違規穿越馬路遭到騎士撞上 這名男子眾衰在地 另外一起意外是發生在新竹 有機車騎士通過馬路被小貨車撞上 連人帶車倒地 附近的民眾說因為在這路口 騎士是沒有後置管制 常常發生車禍以外 畫面中一名機車騎士停等在路口 見沒有來車通過馬路 沒想到下一秒一台小貨車急駛而來 駕駛煞車不羈朝騎士撞了下去 事件發生在新竹石平路 附近民眾表示 這個路口沒有後置管制 經常發生車禍 紅綠燈士它有定時的 兩個時段有管制 其他都是閃的事故多 我都是快 車速都很快就對了 因為你沒有後置管制 另一起行車事故發生在桃園大關路 大馬路上車來車往 一名機車騎士蛇行通過馬路 他先閃過路邊行人 這是一名男子違規穿越馬路 騎士閃避不及撞個正招 男子重摔在地鞋子噴飛 他騎身後一臉錯愕看著騎士 騎士趕緊上千扶著男子手臂 確認男子傷勢 直接男子將鞋子穿上後 揮手適宜 自己沒事轉身就離去 影片PO上網網有直呼 根本兩個三寶 騎士沒看路行人也沒看路 兩人正是相見恨晚 男子唯一規定走斑馬線 任意穿越馬路 加上騎士未注意前方路況 才釀成意外 記者何孟謙劉志展 林一文綜合報導 好 再看到 在凌晨一點多 新北新莊兩名遠景呢 盤長未歸修旅車 駕駛黃暴身份 還採油門要落跑 而企圖攔阻業性遠景 慘遭拖刑 白米之後重摔倒地 另一名遠景是立刻鳴槍市警 事後警方尋獲空德 試案車輛鎖定一名20歲的通緝犯 在追起當中 很明顯的不是你啊 你跟他差那麼多啊 休旅車並排圍停路邊 遠景立刻上前盤差 駕駛卻謊暴身份被識破後 甚至心虛發動引擎想落跑 遠景企圖攔阻 遠景企圖攔阻 警抓著駕駛不放 對方卻仲裁油門 撞開警用機車狠狠拖行 遠景白米 令明遠景見狀趕緊對空 駕駛市警 要出去啊 這有休旅車撞上路邊 停放了機車 而趴在駕駛座車門外的 夜行遠景也重摔倒地 休旅車則趁亂逃逸 民眾目擊驚險瞬間 都心有餘悸 駕駛座打開 他拖下車 他馬上就開 他馬上車就加速了 案發後不久 警方在500公尺外的中信街 找到涉案車輛 慈系載證發現車內物品 擺放凌亂 車輛沒熄火 雨刷也沒有關 當時做事要發動疫情 然後我先鶴令他說 你手要幹嘛 然後把他放在那個方向盤上面 當下就是一個警察 一個責任吧 被拖刑的夜行遠景 全身傷痕累累 手部還包著厚厚紗布 警方釣魚監視器 掌握車上兩名嫌犯的身份 駕駛是20歲的盤型通氣犯 他身上背了詐欺等 四條通氣 還有毒品前科 後續將依妨害公務 傷害等最險偵犯 記者黃天昊蔡山新被釋放報導 高雄警方到KTV領檢 有客人轉身往外走 圓景覺得不對勁 上前來查看 就發現他躲在屋子裡後方的草叢 警方就大喊說 再不出來就要開槍了 這名男子被逮 原來他是因為強盜案被通緝 躲了三年想要唱歌姐姐們 沒想到遇上領檢 領檢 裡面還有人 圓景到KTV領檢 一進門前方男子立刻起身 當作沒事般走向包廂 企圖要躲避警方視線 圓景覺得怪怪的 馬上從後方追上 好 走快 我一眼睛看人家走出來 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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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人你走啦 走啦 男子從KTV後門離開 走到房子後面草叢 圓景拿了手電筒不斷搜尋 找了又找 發現男子居然躲在草叢裡 盤查身分才知道 住屏東的58歲 陳姓男子 三年前涉嫌強盜案 遭到通緝 逃亡期間躲躲藏藏 想到KTV唱歌紓壓 卻碰上圓景臨檢 你你跟你我拐你幾千 你怎麼幾千啦 你一筆魚啊 突然聽到一旁草叢裡 發出聲響 屈前一看發現 陳姓男就躲在裡面 最後仍然逃圓景陰眼 警循後依法解送地檢署規案 男子因為通緝身分 奪草叢想逃過圓景 結果圓景一眼就看見他 這下難逃法網 還是被乖乖上銬 結束三年 流亡的日子 記者高雄綜合報導 再看到是 檀南警方破獲了討債集團 主席的背景不簡單 不但是竹聯邦的副會長 還斜槓鼎泰豐餐廳師傅 臉書上創立討債公社粉絲頁 為了就是招攬客人 只要有討債任務 他就跟餐廳請並駕 全台四處來討債 援警全副武裝 鶴槍實彈 舉著槍鎖定白色轎車 逮捕犯罪集團首腦 眼前這名男子來頭不小 是竹聯邦副會長 還是知名餐廳鼎泰豐師傅 討債手段凶殘 還在臉書設立討債社團 擴大集團勢力 曾慶祖賢十分囂張 社團貼出版規委託處理呆帳 有口截杯無任何負評 請大家踴躍加入 在去年追討台南知名 何菜餐廳老闆賭債 曾大動作撒明紙貼口或傳單 引起警方注意監控 終於在17號趁他到台中討債 等他陪小三逛街開房後 把人逮捕 五五分贈方式 吹討債務 犯罪處所 遍及南北各地 曾慶祖賢根本是時間管理大師 身為主聯邦又斜槓頂泰豐師傅 有夠忙 接到討債任務就請病假 全台四處跑 警方跨去聯合追查 終於把人逮捕歸案 也依照組織危害防治條例 恐嚇取材 妨礙自由 三條罪嫌 移送台南地檢署偵辦 這賴關章林一榮台南報導 春節馬上到了多間的連鎖交易站 準備開啟春節洗車方案 因應基本工資調漲 將春節洗車車量增加 包含了山龍交易站 福茂交易站 全國交易站 24號開始到2月6號要漲價 那麼漲幅大約是30到50塊錢左右 中油跟修交易站不加價 但修交易站平常能夠使用 30塊錢的折價券 在春節是不開放使用的 洗車量晶晶 新年洗車看起來煥然一新 不過今年春節比照過往 多家連鎖加油站提供的洗車服務 即將要加價了 1月24日起 全國加油站會員平日洗車 從90元變120元 非會員從120元變150元 福茂加油站也是每次調漲30元 而山龍加油站平均漲50元 漲幅最大 現在不知道為什麼什麼東西都漲 洗車也是蠻辛苦的 對 都可以接受 雖然洗車加價感覺不大好 但民眾大多能接受 畢竟過年期間本來很多服務都會漲價 但也有加油站洗車動漲 像是西游加油站不加價 但也不收折價券 方案最久長達16天 另外中游加油站 首次春節不調整洗車價錢 物價很多都上漲 為了體諒照顧民生 所以今年維持原來的洗車價格 基本工資調漲 加油站人士成本跟著提高 加上春節要洗車的車量比平常多 緩緩相扣讓多間加油站不得不漲 民眾想省荷包或許自己洗 也是一種選擇 記者綜合報導